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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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你還有臉叫我 上次打完你一巴掌 你是不是嫌我不夠大力 還想再打幾巴掌 阿牛, 站在這裡幹什麼? 快點做事 李俊 上次天香樓我還沒跟你算帳 你竟然串通那雙人照目 毀了一封謀反書信, 毀我爹於不宜 你還是人?我又不想見到你 我真的猜不到你這個烏家大小姐 也挺有急才 你以為我只會發小姐脾氣 你這次要謝謝我 不是吧?謝謝你? 謝謝你 幹什麼?我有點困難看嗎? 這… 芝蘇說一個人漂亮 一球這麼快捕下去 都比別人漂亮 我真的沒你這麼口甜舌話 姑姑 小善, 你暫時在這裡住住 待會我就找一個更舒適的地方給你 這裡也挺舒服 有這位牛大哥陪你 你住哪裡都覺得舒適 烏大小姐… 烏大小姐… 烏大小姐, 這裡有齊了 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角色用品 你看看你的朋友夠不夠用 不夠 這次勞飯兩位真是不好意思 烏大小姐, 別這麼說了 你們烏家對我們的恩惠 我們這輩子都報答不了 現在有這個機會 真是求也求不到 小善 吳大叔、吳大嬸兩位很好人 你住了之後有什麼需要 儘管開口 是呀, 小善姑娘 麻煩了, 兩位 小善姑娘, 你不必多禮 要你住在茅舍裡 我兩位才不好意思, 是真的 大佬, 我真是 不如別客氣了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晚吃一頓 當作慶祝一下 吃一頓, 什麼吃一頓 吃一頓, 只是吃到你飛起為止 你別管了 總之我一會兒出去買些東西 斬料, 今晚就做這個… 九大鬼 九大鬼? 是 你這麼辛苦才出來 當然要吃九大鬼這些東西 才可以搭配你 好, 韓大哥這麼破費 不破費…很快就回來了 謝謝你 小善姑娘, 你看你那位情郎 對你多關心 情郎? 白夜婆 拜託你不要胡亂說話 你看, 弄得小姑娘臉都紅了 是呀 我有說錯嗎? 小善姑娘顏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她和那位韓大爺私奔 孤大小姐吧 還說…走吧… 小善姑娘, 讓我幫你 小善姑娘 小善, 你怎麼樣? 不小心刺到而已 是嗎?我已經說過了 你們倆姑娘 誰能做這種粗重的事 都是讓我做的 是呀 萬一讓韓大爺知道 我們要小善姑娘做粗重的事 就一定會怪我們倆的 是呀, 真對不起… 你看我買了什麼回來 黃大哥, 你回來了 怎麼一個月都站在客廳 五大叔五大叔不讓我幫忙 要我坐在這裡做你大吃飯 還好說, 做些小事已經慘遲了 慘遲? 一天都是我, 雷小善姑娘慘遲 哪裡慘遲? 我洗一下 洗一下 看, 雷小善姑娘還沒拔出來 要發炎的, 我幫你戳了 我想應該戳了出來 找水洗一下, 來 我煮的東西很難吃嗎?你們倆只吃麵包 吃一隻雞吧 我很辛苦才逛了街市才買回來 吃了整隻雞? 當然 當然 你不是辜負我對你的一番好意 你不用看她, 她已經很好 我有個雞屁股吃 你別餵, 我比你更慘 我只有雞屁股吃 快點吃 我幫你了 真的很久沒試過吃得這麼飽 你說以後是這樣的, 真好 以後? 你放心 我看你的樣子應該是吃得不胖的那種人 那我呢? 你呀 你整個孟姜的樣子 我看你想肥也挺難的 什麼叫孟姜? 我孟姜很容易解釋 你看看她的樣子 洪小龍, 你… 話說回來 你打算在這裡住多久? 我打算等外面風聲沒有那麼緊 再幫小線找過一塊更舒適的地方 那也起碼住一頭半個月了 不, 我倆不如出去幫她買傢俬 你知不知道這個家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一張舒適的大床 不過我現在不太好, 沒那麼麻煩 不麻煩, 雖然你不在這裡住一輩子 但是家要像個家才能住得開心 家人不是我的, 你們倆決定 那就好了 最麻煩那個大小姐也沒意義 那就由我發反吧 我先睡一會兒 不, 明天買一隻豬 讓牠吃蟲肥 然後再帶牠出去逛逛運動 讓牠開心點和活潑點, 好不好? 好嗎? 帶牠出去逛逛, 好不好? 你喜歡就自己帶小線去吧 跟我說幹什麼? 完了嗎? 說什麼? 就說你沒糧出, 擔心我擔心 你不是有病嗎? 你又有病, 我得罪你, 就我病 拜託你開心點吧 平時跟你玩玩而已, 擔心我擔心我擔心 我真的不明白 一個女孩就令人那麼生氣 一個女孩就可以令人那麼兇 你聽著 我今天看在小線份上 不跟你一般見識 但我跟你說 如今小線隻身在外, 無依無靠 你要好好地對牠 你放心, 我對牠一定比對你更好 不如一起回去找小線, 別生氣了 這條刺子被拔出來, 要發言 我幫你截牠 我又說錯了嗎? 小線姑娘顏名眼人一看 就知道牠跟那位行大爺私奔了 公主失蹤了 那問大王, 到底是何時的事? 是昨日之事 鬼人已經命人遍尋皇宮 始終找不到公主的下落 如此看來 公主極有可能已經離開了皇宮 不會, 公主平時也不會離開尋宮半部 這次能夠掩人耳目離開皇宮 奇怪 大王, 公主一個人就說不可能 若然有人從旁協助, 就絕不稀奇 據陸侯, 你認為應該怎麼處理呢? 公主和魏各太子有婚約在身 若然此次全揚開去 恐怕會危及趙魏兩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微臣認為 大王只可以命人禁蹤偵查公主的下落 絕對不能過分張揚 原則偵查公主的人應該是誰負責呢? 大王 小人願意肩負偵查公主的下落 延峻, 如今大王命理於兩天之內 查出公主的下落 你可有反額? 侯爺可以放心 這件事我絕對不會令侯爺失望 延峻, 公主失蹤之事 莫非你知道當中恩有? 由於事關重大 是, 我暫時不方便向侯爺透露整件事的錢 不過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 在兩天之內 我一定可以把公主接反公眾 是就最好 否則若然有任何閃失 恐怕本侯都保不住你 是 要保自為自 韓大哥真是凡凡你 我還特地叫吳弟嬸教我 怎樣蒸蜜糖包 想著待會蒸給他吃 不是你這個韓大哥不來 就是連我也沒有蜜糖包吃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千萬別誤會 只是開玩笑 來… 吳大叔、吳大嬸, 甚麼事? 爹 連俊? 小人奉大王之命, 接公主回宮 廷峰 公主不悲慌張, 你想怎樣? 我公常說得很清楚 我是奉大王之命, 來接公主回宮 若然我不同意 你不是想阻止我接公主回宮 你要知道窩藏公主的死罪 你這樣屬於要脅我? 不是, 我只想你明白 其他人是無辜的 你聽著, 這次私自離開皇宮 是本公主一個人的事 與其他人無關 希望公主明白 我知道你照大王是意志辦事 好, 本公主隨理回宮 公主 廷峰, 恐怕以後沒機會蒸蜂糖包給你吃 公主, 請 公主,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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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朝, 定必重重有償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你這樣也不明白 如果他不是來侯夫通風報信 我豈不是知道公主在這裡 真是韓少龍通風報信? 信不信你隨便你? 你死淫賊,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來, 去吧 彪錦彤, 你找五大叔幾等 你見他幹什麼?小錢呢? 韓少龍, 你還在裝傻裝夢 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什麼? 若是叫人不知, 除非己無為 男位公主為你離宮出走 你竟然貪圖富貴 你竟然在趙牧府通風報信 公主現在被連進帶回宮, 你高興吧 什麼公主?什麼趙牧? 什麼連進?什麼帶走?你說什麼? 你還想狡辯? 那位小善姑娘物就是公主 不是吧? 你也裝得很像 我總不相信你從始至終 都不知道小善人公主身份 我當然不知道 是你跟我說她是宮女而已 現在跟我說她又是公主, 你全都說她 就算是, 她被人帶走也不關我的事 你跟我說幹什麼? 當然關你的事 公主一心想跟你私奔 私奔?私什麼奔? 因為喜歡你 你不是答應我公主 帶她遠走高飛過幸福的生活嗎? 糟了 我只想她是宮女而已 才帶她去見阿夫人和趙王港幫她贖身 我不知道搞那麼多事 那你又答應我 冒險入宮中救公主出宮? 那她是宮女嘛 帶她走也不是很大的事 難道你從來都沒有喜歡過公主? 那當然沒有, 我跟她的那種就是… 就是哥哥和妹妹的那種感情 什麼喜歡不喜歡? 即使是, 你也不應該去告密 人家說美女沒腦, 我也不相信 不過我現在真的相信你十足十 你一向都知道 我和趙木和連俊不對 我怎麼會跟他們兩個說 就算我真的要邀功 我也自己帶給趙王邀功 我怎麼會搞那麼多事嗎? 若然不是你通風報信 連俊又怎麼會知道 公主住在吳大叔家中? 我怎麼知道? 還要記住, 那晚連俊是看到我們兩個走 他要懷疑也不奇怪 莫非連俊竟然暗中跟蹤我們? 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你趕快幫我跟公主解釋清楚 我廢話是她誤會的 解釋清楚? 你叫我怎麼跟公主解釋? 難道跟公主說 你一直以來只當她是小妹妹 從來沒有喜歡過她嗎? 其實難得公主鍾情與你 不如你就把錯就錯 怎麼把錯就錯? 我怎麼跟我的女朋友解釋呢? 就是…意中人 你已經有了意中人? 你真是廢話 好, 你看你平時有整天煲湯給我喝 還要把我撒起來 我就送一份禮物給你 當作是獎勵一下你吧 你真是廢話 肉汁送給我?你個好色的圖 那些肉汁我給你 你沒什麼白事那麼急得來拿那些東西 那些肉汁本來是送給我 我只不過是拿回屬於我的東西 醒來…快點… 我剛才替你人工呼吸 我豈不是就是要… 你還說 放心吧, 我杭少龍… 我怎麼跟公主交代呢 盧品夫人請安 公主人不肯進席嗎 公主 公主 姑姑是你嗎 公主不肯進席, 那怎麼行的 身體要緊 姑姑放心, 鮮熱沒事 只不過沒有胃口而已 是呀, 公主在姑姑園中種的花苗 剛剛第一次開花 姑姑突然拿來給你看 看看你喜不喜歡 姑姑還是把盆花帶回去 盆花若然能夠種在姑姑府中 開出來的花也會更多 一天都是姑姑不好 若然不是自作主張 直到府中短住, 公主就不會… 姑姑說錯了 在姑姑府中住的這個半個月 可以說是仙兒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日子 最可惜, 最可惜快樂的日子總是特別短暫 能夠有過這段快樂的日子 仙兒都心滿意足 公主能夠這麼想 姑姑也很放心 自古以來, 身為女子 又有多少個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呢 既然如此, 那就面對現實 有時反而令自己會開心一點 面對現實? 如今仙兒所面對的現實 就是時刻有人守住在身邊 直至出局為止 姑姑姑知道公主對韓少龍的心意 只不過公主和韓少龍身分有別 地位懸殊, 有緣無縣 與其大家痛苦 公主, 不如早點忘記她 請坐, 請坐, 請坐 亭方向雅歡人請安 烏小姐登門造訪, 未知有何要事 亭方想求雅歡人幫一個忙 帶亭方進宮見公主一面 公主, 你看誰來探望你 亭方 公主 我見幾天你消瘦了很多 沒有, 還是何相不是呢? 我怎麼痛呢?我天天吃得睡得 你何苦瞞著我? 亭方沒有人瞞著公主嗎? 你為何不告訴我 漢大哥是你口中的淫賊? 公主, 你全知道了 其實你沒必要這樣做 是呀, 亭方今天來 除了是探望公主之外 還想告訴公主 上次連盡之所以找到我們 完全當漢少龍無關 他根本就不知道公主你的身分 更加沒有去告密 所以你千萬不要誤會他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漢大哥 我相信他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亭方, 漢大哥是一個好人 你不可以放棄他 公主 我這幾天想得很清楚 我身為一個公主 應該過回公主的生活 不應該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夢想 公主, 你怎能因為一次失敗而氣餒呢 我不是氣餒, 只是我命運 亭方, 我們算不算是好朋友呢? 當然是 正因為我們是好朋友 所以你為了承傳我 甘願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 將心愛的人讓給我 也因為我跟你是好朋友 我一樣可以承傳你 將漢大哥讓給你 公主, 這樣怎麼行呢? 我… 亭方, 你曾經鼓勵過我 要盡力去爭取自己的幸福 我聽你說話 總算嘗試過, 快樂過, 失敗過 如今是時候到你去爭取自己的幸福 既然我和漢大哥有緣無分 我更加希望你和漢大哥有結果的一天 亭方, 我衷心祝福你 去哪兒? 紀錄後你果然眼光獨到 門下能人背出 這次能夠沉回公主, 可謂功不可沒 大王過獎了 這次之所以能夠沉回公主 連俊實在居功自為 連俊, 你能夠沉回公主 需要甚麼賞賜 不妨去寡人直說 大王, 追查公主一事 乃是連俊英分之事 實在不敢有所奢望 不過連俊有了心願 如夢大王能夠成全的話 實在感激不盡 連俊, 你有甚麼心願呢 會大王, 連俊一向心疑 烏映元的掌上明珠 若然大王能夠充當月老 予以赤婚 相信定必是一宗美事 苗條淑女, 君子好求 乃理所當然之事 這種妻事就包在寡人身上 謝大王 你真的向公主解釋清楚了吧 要我說多少次, 你才肯相信 我代你向公主解釋清楚 那她沒甚麼 那你希望公主怎麼樣? 呼天搶地嗎?因為越生越死 不是, 免得她再誤會加心 你放心吧, 公主說一直 只當你兄長那樣看待 叫你千萬不要誤會 她真的這麼說? 你不相信的, 你就親自問公主吧 我不用, 這麼說就好了, 一天都說了 但是你爹呢?回來這麼久都沒見他 不知道, 我想趙王找人接他入宮 或有人跟他商量, 不知道是甚麼事 大王就為爹入宮? 大王要將小女許配蓮俊? 沒錯, 蓮俊和令千金 可謂浪財女貌 如果能夠共鞋連理的話 可謂天作之合 烏寶主, 未知你以下如何呢? 大王的美意實在感激不盡 不過… 烏寶主, 莫非你有難言之隱吧 會大王, 小女早已許配他人 大王的美意, 在下只有心靈 令千金已經許配他人? 敢問烏寶主, 誰能夠如此幸運? 此人是項少龍 公公, 君子不亦他人所好 既然烏寶主已經許配了令千金 給項少龍, 寡人不敢相強 大王, 微臣有幾句話 未知應否直言 他陸口誘惑, 不妨直說 敢問烏寶主 剛才你說令千金已經許配給項少龍 究竟是何時的事? 是數日之前的事 數日之前, 又會如此巧合? 敢問烏寶主, 是誰人的主意? 當然是在下的主意 原來是烏寶主的主意 敢問烏寶主 如果本侯要你改變主意 不知有否可能呢? 侯爺請見諒 在下親口答應的婚事 怎能隨便反悔? 烏寶主的確言之有利 親口答應人的事 的確是不能夠反口 然則大王許下甘口為連進赤奔 不知此事又應當如何處置呢? 巨陸侯, 你的意思是… 大王 烏寶主尚且知道不可失信於人 而大王是一國之君 甘口一出, 又豈能反口覆蝕呢? 大王恕罪 但是, 座下小女子只有一個人… 當然, 一人不能同時配義夫 而廉俊和漢少龍 是趙國不可多得的合客 大王, 微臣有一提議 就是請大王命以仁擇吉日於御前比劍 勝出之隱 就順理成章成為烏家寶的成龍快勢 好呀, 居陸侯的建議 果然是一個好辦法 廉俊, 你以下如何? 廉俊絕無異議, 一切任憑大王的意志 快人快語, 果然是好 烏寶主, 決鬥之事就這樣決定了 不過大王… 甘口一開, 孤寶主你無須多言 至於決戰之事就交由巨陸侯負責 微臣遵旨 不是吧?要我和廉俊打? 你們都知道他多討厭我 你現在叫我和他打不就是給他機會殺我 小龍,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 如果我不答應 方兒就要嫁給廉俊 當然不行了 小姐怎麼可以嫁給他? 是呀, 杭兄, 這次真是委屈你 是, 這不是委不委屈的問題 是我真的不夠他打, 我死定了 老爺 少龍說得對 況且少龍打輸了 方兒一樣要嫁給廉俊 為今之計, 唯有結束牧場 回去秦國 結束牧場回去秦國? 那誰替我救刑政呢? 這件事, 回到秦國之後 再向呂城上重場計議 還重場計議? 不好了吧?你又有時間而已 你再多計算兩計 如果真的刑政死了, 那我就大劑? 小龍 我知道你很想救刑政武子 但問題就是為了方兒的幸福 為了你的安危 這件事… 行了…保住 我打吧 唐兄, 你答應嗎? 那又怎麼樣? 小龍, 性命有關, 你考慮清楚 還考甚麼? 現在路只有一條 就是我拚還是不拚? 大王真的代連俊向爹提親? 當然是真的 那爹怎麼跟大王說? 就是為了這件事, 哥哥趕著來找你 爹不是答應了嗎? 是就好, 連俊一表人才, 劍術也好 他也是巨陸後門下最厲害的劍士 你說我們烏家寶得到這樣的成龍快勢 有甚麼不好? 爹拒絕了? 當然不是 老實跟你說, 妹妹 我覺得爹現在老糊塗了 他不僅拒絕了連俊的婚事 他還跟大王說 將你許配給那個韓少龍 爹真的這麼說? 我也不知道爹怎麼想 其實橫體怎麼看 那個連俊也不知比韓少龍好 不僅千倍 也不知他為何要將你許配給韓少龍 爹真的將我許配給他?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 你未必一定要嫁他 何解? 是, 都是大王英明 大王最後決定要連俊和韓少龍 摘一個吉日, 御前比劍 誰贏了, 就娶妹妹你了 不過你試想想 其實這個韓少龍又怎麼會是連俊的對手呢 那韓大哥有沒有答應? 那我不知道 爹一回來就跟他走進書房了 你可爹不是問他 他夠不夠膽在御前給劍嗎 不過我認為他一定不夠膽了 是否很誇張, 像拍武俠片一樣 三步 你怎麼這麼勤奮? 太陽也快要下山, 還顧著練劍? 誰叫我不夠人打嗎? 那當然要練多一點 若然你沒信心打敗連俊 但是可以跟爹說 或者爹可以想個辦法 求大王取消這次的比劍 就算我現在說不打 那個連俊也不肯 況且連俊背後 還有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趙木撐腰 也不肯爹 也不肯爹不好 有關你爹的事 我現在這麼好都選了, 只有一條路走 不如我叫爹想個辦法 讓你秘密離開寒丹 你就不需要跟連俊比劍嗎 行, 我怎麼能一走了之不負責任 又沒有人說一定要負責任 男人的事自己做過一定要負責任 況且這次這場比賽又事關重大 就算明知已經死了也要去打打打 我跟你說, 我想多練一會兒劍 一旦你需要去散步, 一旦你無法回家 我剛才那招有多想法兩法 我一定會善得到 你別聲音嘴笑, 我善不了 你為甚麼會在這裡? 你就是威風 整個寒丹城的人都認識你了 你也知道我要給劍嗎? 這麼大件事我怎會不知道? 所以你就吓笨家的孤禰 多摔我的腳? 你的家鄉鯉魚挺特別的 我這次來, 想跟你說一宗買賣 買賣? 大家這麼熟, 不妨實話實說 你的劍法筋量有多少你很清楚 這次預前比劍 你根本不可能勝得連進 我肯定知道 你看看我現在這樣的姿勢 動也動不了 你可否扶我起來再說? 你很辛苦 當然了, 腰骨痛, 大哥 你應該很清楚 這次你從連進不僅是比劍這麼簡單 我跟你總算相識一場 不如這樣, 如果你能出錢的話 我幫你殺連進 你別告訴我 如今杭少龍和烏家寶的關係 你出不起價錢 我看你這排當然很窮 不過這些是男人的問題 但是, 我有辦法去解決了 用橫手我始終做不出 有時候我真的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知道輸比連進 為什麼你還要跟你打? 我告訴你那些事也不明白 總之這次贏也好, 輸也好 我都會用自己的辦法去解決 你的想法雖然好, 但還是不行的 不行, 我要回家 把一桌疊打走 我都會借到你 我會想你 有時候有時候 可是俩不想你 你去看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八 九十九 九十八 師父 師父 盆兒已經做完一百下賬上壓 這麼快? 師父你心不在焉 當然不覺時候過 難得盆兒做到雙手都避光了 師父 你是不是還在擔心跟蓮俊比劍的事 不是 蓮俊和師父有在御前比劍之事 如今傳到整個寒丹城都不知多熱鬧 是嗎? 不僅如此 聽聞趙德和趙家還開了盆兒 好, 受注到師父和蓮俊究竟誰會勝出 盆兒這兩個字你都會認識嗎? 當然 那我的盆兒是多少? 小聲聲說, 不要這麼大聲 我說了師父不害不高興 行了, 你快點說 你慢著 來, 說一說 但是師父要盆兒說而已 快點 下注蓮俊會勝出的就是一倍三 那下注師父會勝出的就是一倍一百 一倍一百? 是 一倍一百 師父, 你說得不會不高興 你看看我這個樣子 哪有像會像是不高興的樣子 快點過來 過來? 過來吧 過來讓我咒兩倍 師父, 你說 別開這麼小氣 大哥, 是不是真的離譜了嗎? 這麼冷, 冷得… 簡直是不可能 當然 真是問心一句 你覺得我會不會輸給蓮俊? 問心一句 作為師父的入室弟子 我當然希望師父勝出 算你有我心 不過我想聽你心的一句 你別這麼惹 不過, 若然要下注的話 那就… 當然是連盡 但要不然這樣 若然我贏了 師父就有劏藥費, 是不是? 劏藥費 那為何要給你一點錢 你買我輸 你先過來 又過來? 過來吧 你一會兒給我咒兩元, 麻煩你 冷靜 真是… 你叫我光臭 大哥 那你說是不是應該要谷氣? 我不管你了 你不斷做一萬幾千下獎上額 出去跑百多個圈回來 師父, 你又不記得了 剛才盆已經做了一百下獎上額 現在很累 你這麼狡猾 你真的以為我剛才運油太空 一二三, 跟著九十一 九十七, 九十八 都離譜了, 快做 做 做 夫人, 彈得這麼好 為何彈不下去? 曲不成曲 又何必勉強再彈奏下去呢? 阿夫人, 你有心事嗎? 蕭龍, 你真的要跟連進 於御前比劍? 你知不知道巨陸侯 藉著御前比劍這個機會 想剷除你 我知道, 他想剷除我很久了 但是連進捉在巨陸 門下第一劍手, 我怕… 我知道, 我知道我可能不夠連進打 但是有些事是避無可避的 莫非烏鯨大小姐 在少龍心目中當真如此重要 少龍為了她 可以將生死置於道外? 有些事我說你也不會明白 不過說真的 我也不太想烏廷坊 交給那個卑鄙小人 那小善呢? 你真的對我一點情義都沒有? 難聽這些說句 我現在今天也不知道明天的事 我這個環境 還會變成心情去談情恕愛 你可以阻止自己去喜歡別人 不過我只怕你未必容易 去阻止別人去喜歡你 你約我來幹什麼? 有些事我想讓你見識一下 見識什麼? 我的劍法 你的劍法?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大力? 我剛才使出的 是連盡劍招的殺仗 只要你好好記住 就可以一一將去解破 為什麼你會認識? 你不必理會 你不必理會 我做的日子只可以這麼多 日後就要看你做法 怎麼了?你傷了嗎? 你不必理會 你找了連盡? 這層你沒需要知道 那你又何必呢?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事 豈不是我不安樂? 你別以為我為了你 我只不過不想你那位烏家大小姐 要嫁給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 你放心, 我一定會盡力 你叫我放心 剛才我只不過使出連盡一半的功力 看來你在御前比劍當日 連十招都未必能捱得住 聽聞有神秘人向你偷襲 到底是何人所為? 是, 謝謝侯爺關心 我相信是項少龍派來試探我劍招的人 看來項少龍也十分積極備戰 此人我曾經跟他過過招 他的招數雖然是奇異詭畢 但是火候不足, 根機也十分浮潛 在十招之內我必定可以取其性命 十招之內可取其性命 會否太過輕敵? 杭少龍必死無疑 希望如你所已 在十招之內 劇情 別高興 別以為吊詞了 萬歲千歲都會依你 已願內易做 下一世 別理誰吊高壯 別吊多 天明